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和晚上好,我是狗头齐,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场加拿大白金CPT呢,将是由来自美国的大光头LPN,对抗来自日本的Margo,Margo桑,那Margo桑这个二五仔啊,最近又换角色了啊,也不知道,基于什么样一种考虑他在对抗阿比盖尔的时候没有选择加米,而是拿出了拉西德,那我们记得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是用加米打阿比盖尔打的还是挺好, 至少说我打LPN用不着换上这样子的角色吧,或者说他在日本又研究出了什么样子新的东西,可以完全的压制住阿比盖尔,用这个拉西德会非常的好打,有可能就这样一个考虑了,那上了LPN以示尽谨啊,先送你一套,然后Margo也很客气啊,我缺乏失误,那两个人礼伤往来一波,那Margo感觉自己要在二五仔的这个阵营当中阵亡了 加中小拉一个旋风,这边不停的打旋风牵制啊,你都已经血量落后这么多了,你还要拖啊,这个Margo也是耐得住性子,毕竟时间还有七十秒,对吧,不急啊,那看看Margo这个VTR,开还是不开呢,你不开很亏,对不对啊,你被LPN就一个清拳慢慢摸你,摸着摸着你血越来越少,Margo也不急,非常的淡定,就一直在远处皮,然后找一个不错的角度就跳进去,哈哈哈, 你Margo,你Margo突然一脚踩下去,踩在被人的脚趾上,踩的感觉非常的准,然后也不压制对手,被对手一个中拳拍在脑门上 你Margo当场趋势,啊,我们看看Margo第二点,你Margo总是在比赛当中会出点幺蛾子什么的啊,然后 给大家带点笑料啊,然后感觉要贵了啊,用加米不是蛮好的吗,之前打那些 很强的阿比格尔感觉用加米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很轻松的样子 这个EX远锋被LPN直接用选择EX的拜年,拜出这个中国了,中拳又抗到,哇,提前过年 中拳再磕头,Margo这边手上的这个VT到底开不开啊你,你这个VT留了过年呢,中角要开了,然后连招失误了,哈,果然是你Margo哥啊,你Margo哥最近很久不用拉西德 在比赛当中1500,这个VS,领中,哇,一波就直接带走了 这也是,感觉最后还是被他抓住这样一个很神奇的机会,对手突然起跳中了这个VS 感觉像是有后手一样啊,可能这个就是Margo研究出来的一个针对性打法 先用旋风把你骗起来,然后再用VS把你踢飞起来,然后再用一个旋风刮你走 好,我们看这一灯,Margo上来又一如既往的处于一种大猎之面啊 Margo不在猎势之面玩不来啊,讲到你进了猎势之面也未必玩的,来 中拳,然后磕头,中伤了已经 我感觉很快,Margo就要换角色 跳中脚下来,再一个下中拳,把V开出来以后,呜,这个火车没有开中,难受 停拳往后拉一步,打一个中拳,然后一个旋风跟上去,以后中拳下中脚,再往后拉开,再一个 在进攻的时候直接一一拳撞了上去,那谋了,那应该是没了 你Margo最后死在了一个移动的,移动中的下青脚上 LPN在那边擦汗,感觉赢了像输了一样啊 你看LPN这个表情,对不对 赢了跟输了没区别的,反倒是Margo这边 也是,也是一连的僵硬啊,那是标准表情,输了当然是这个表情 来,第二,第二局,哎,Margo不换角色啊 Margo很有,很坚定,很坚定 坚决不做二五仔,对吧 中拳,然后VS拉中以后,清拳,中拳,中拳,中拳,再一个中拳,大拳风,倒地 一波,哎,感觉打得满熊的,上来终于是突破了对手的防守 对手被禁声,直接选择交VR 这次EX的一个机关枪没打中以后被跳入 中拳打中以后再往前投,看Margo这边的进攻 进攻就是跳吗,我感觉Margo这一局要跳个二三十回才罢休啊 这个下中拳是直接追击了Margo的一个VR 我感觉Margo要当场去世了呀 哎,你为什么,Margo是因为分够了还是怎么样 他很放,很放松死我,放飞死我 轻巧,点完以后走一个逆响 再一个旋风过来,LPM起飞了 MPM,LPM怎么突然要死的样子 LPM突然就跪了,他在刚才那个点上面 确实就被对手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蚕食掉了 也并没有看到Margo这边打出什么很高伤害的连段 也没有做很长的这种连续的压制 就每次的小压制当中呢,蹭掉你一点 蹭的蹭的你就死了,我就在外面蹭蹭 中拳康到了,然后中拳EX做换边 你老Margo还是,哎,优廉战术 哎,你Margo独自升天 升天以后,哇,LPM这边手上没有V7 那保险都做不了,进版边了 不确认的,讲道理,你LPM也是一个不确认的人才 打出去再说,打不中打得中 就听天由命,反正就一共就这么出拳的机会 就这么几次,对不对,出中了就有了 出不中我也不在乎 EX旋锋,进去以后头没有头中 下中角康到了,那这一波要追上去 对手不起神,LPM很无奈的在原地挥了两拳 把自己的V7直接交掉一半 对手直接赖在地上 Margo这一手赖在地上赖得非常的舒服 Margo跳起来以后,在空中直接被抓了下来 然后一顿爱的抱抱,带走了 那这样Margo是最后的时间 因为被关到了板边,感觉到了巨大的压迫力 对手又有V7,生怕对手破防 然后直接带上CA带子,然后选择跳 最后还是被CA带走 在一波完美的思考之后 走向了灭亡 跳弱,然后又被封锁 Margo的进攻 Margo的进攻就 感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飞 要么是被对手打在天上的那种飞 要么自己就飞塞那种飞 Margo的那种急刹车也拉得非常的远 感觉在诱骗对手出一些什么招式 但是也没有骗到 LPN就那边气凌神仙了 你游不过来,我干嘛要出招 LPN突然忍不住了 这也就是美国佬这种耐心的缺失 作为一个职业选手的成熟 不够,EX旋锋踢进去 然后清雪两下,旋锋上天 跳中角下来,没有跳中印象 LPN突然被对手关进一个板边 Margo像发了风一样,发动只引擎全开 然后不停的压,然后不停的打拆 最后被一个下中角,两个下中角收尾 Oh my god,现在手上有C,不打 不打,哇,追上了,带C 你Margo把自己玩死了 这个我们显而易见 你Margo爱玩 一点沉重的把自己玩死 那LPN依旧赢了跟输了一样的表情 感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很沉重的事情 打游戏变得这么的不开心 好了那今天这一期视频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